最新娱乐资讯,防弹少年团在前两天的SBS歌谣大战中,表现出了爆发性的表现,成员Zegun的微尿动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,很多人对他唱到一半忽然停下和最后扔话筒的动作表示不理解,以为这单纯的是为了耍酷,然而Zegun这一动作的用意是为了回应BTS假唱的质疑, 在Live中途突然放下麦克风,也是对质疑者的最好回应了,2017SBS歌谣大战在首尔高尺天空巨弹举行,防弹少年团作为嘉宾亮相,现场演绎了多首歌曲,在演唱最新单曲Meet Drop时,完全和MV中如出一辙,一开始,舞台上BTS的成员们姿势松散地并肩坐在椅子上, 虽然并没有任何其他动作,也引得台下尖叫声不断,在Zegun的rap中途,他突然放下麦克风,台上只听到音乐响,而没有了SUGA的声音,而SUGA神态自若地冲住镜头微微一笑,在表演的最后,Zegun退场前回声扔掉了话筒,现场的气氛再一次达到了高潮,观众和防弹的情绪 也达到了最高点,这也算是对这次完美演出的最好羡慕,因为BTS的舞蹈编排都很激烈,导致很多人质疑防弹高水准的live都是对嘴假唱,而SUGA这次即兴表演,则完全堵住了质疑者的嘴,证明了防弹的完美live靠的是超强实力,而不是假唱的小,巴戏。